这头脚马真是大胆,眼看着狮子占领了自己的地盘,脚马非但不离去,还在不远处观察狮子什么时候离开,焦急地来回踱步。 这种行为终于引起了狮子的注意,狮子会对这头倔强的脚马发起进攻吗? 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圈三连,求个关注,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这只脚马回到自己的地盘一看,发现被几只狮子占领了,狮子正在树底下乘凉,狮子非常怕热,因为它们的汗线不发达,只分布在舌头和四肢脚掌上。 所以它们慵懒地占领了脚马的地盘,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,这下可把脚马急坏了,对手太过强悍了怎么办,求在线解答。 由于狮子在数量以及力量上面都远胜脚马,脚马也不敢贸然靠近,只能在不远处的地方来回踱步,内心不断地祈祷狮子快点离开。 此时狮子才没有理会这只奇怪的脚马,因为狮子的午睡时间到了,狮子的捕猎几率比较小,为了保持自身的体力和水分,一天要睡18到20个小时才能算是充足睡眠。 脚马还是有保命绝技在身上的,不然也不敢在狮子跟前晃来晃去。 脚马群体数量庞大,作为草原上的移动粮仓,脚马每天要和狮子猎豹这些动物进行生死竞速,所以也练出了轻功。 脚马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,就算是狮子突然追逐脚马也能甩掉,何况狮子的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,耐力也只有13秒。 所以脚马不敢太过于靠近上前,也不着急离开。 这一举动终于成功引起了狮子的注意,也许脚马晃来晃去让狮子觉得太烦躁了。 偏偏这只脚马又精明得很,不愿意靠近,所以狮子打算换个地方,但是来都来了,不留下点什么实在过意不去。 于是狮子在原地留下了自己的排泄物,留下排泄物也是为了表示这个地方是狮子的领地了,狮子会经常来巡视。 等狮子都离场了之后,脚马马马上就呼唤自己的族群回来。 脚马的勇气从小就可以体现出来,很少有动物会单枪匹马主动追捕狮子的。 狮子看他一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,一时间也不敢轻易进宫,直到同伴的到来,就算是被狮子围攻,这头小脚马也表现得临危不乱。 在脚马的世界,雄性的脚马两岁就要被族群驱赶出来独自打工生活了。 还不知道社会险恶的小脚马没有第一时间逃跑,最终被狮群捕获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